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 X-DAN第九季的第一集 在马里兰州的一间酒吧内 卡尔捞出了酒水中的冰块一饮而尽 一名身材火辣的美女引起了她的注意 卡尔上前搭讪并告诉女子 喝酒最好不要加冰块 因为政府在自来水中加了绿庵 他隐晦地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绿庵 随后女子主动提出让卡尔带她兜风 女子指引卡尔开车驶上了升降桥 桥上亮起了红灯 就在桥梁开启升降模式之后 女子居然抢过卡尔的方向盘 一个加速将车静止开入了河中 两人很快随车坠入了河底 卡尔在水中解开了安全带拼命向上游 可没想到女子却抓住了她的脚腕 将卡尔活活淹死 画面转到华盛顿 穆德正在丹娜家中洗澡 丹娜一个人在房间照顾年幼的威廉 客厅内几大包收拾好的行李 可以看出穆德即将出远门 另一边的约翰也从家中醒来 他身上还带着昨晚上与外星傀儡博斗留下的瘀伤 电视上正播放着开头卡尔被淹死的新闻 撕着卡尔是当地环保署的副署长 警方调查认为是卡尔的汽车出了故障 才会酿成惨剧 莫妮卡来到FBI上班 得知她的老乡时布拉德被临时调到华盛顿 成为了她的上级 二人举止亲密 可以猜出两人曾有过一段过去 布拉德交给莫妮卡两盘露箱带 约翰在电梯内碰到了黑人上司 约翰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她与外星傀儡有染 嚣张的模样让约翰非常生气 他气呼呼地回到办公室 莫妮卡向约翰展示了她刚从布拉德纳得到的录像带 录像中是昨晚地下停车场监控到的画面 昨晚上约翰和图顶上司在地下停车场遭到了外星傀儡的追杀 可监控画面却空无一物 很明显政府已经销毁了所有证据 无助的约翰来到了穆德的公寓 希望与他一起找寻残存的证据 却发现穆德家中已经被搬空 穆德也不知去向 约翰只能来到丹娜的家中 却被丹娜告知穆德已经离开了华盛顿 画面转到马里兰州的水处离场 开头杀死可尔的美女竟从水池中探出了脑袋 她旁若无人地爬出了水池 一名工作人员手拿可尔云南的报纸准备打电话 无意瞧见了美女的身影 后期的她追了上去 却被美女毫不留情地拉入了水池 画面转到FBI 约翰和莫妮卡向突顶上司询问穆德的行踪 可是连突顶上司也不知道穆德在哪 突顶劝约翰放弃抵抗 因为藏在政府内部的黑恶势力实在太过强大 如今丹娜也有了孩子 再追查下去 怕是会影响到丹娜母子的安全 倔强的约翰又找到丹娜 曾经的丹娜与穆德也是一腔热血 坚决与那些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可自从有了孩子 丹娜变得胆怯 他劝受约翰放弃追查政府的那些肮脏实验 他只想看着儿子威廉能够健康成长 至于威廉是怎么来的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丹娜对约翰下达了逐克令 再次刺痛了约翰的心 约翰拿出了当年参军时的照片 想到昨晚他的战友诺伊居然想杀死自己 他不知道诺伊经历过什么 便开始挨个联系战友们询问 和照中有一名叫做香农的战友尤为面熟 与此同时 莫妮卡在办公室看见门外有个人影闪过 莫妮卡并未抓到这个人影 当时在地上发现了一个文件袋 里面装着开头卡尔被淹死的新闻布告 画面转到丹娜 他将威廉哄睡后 自己也顺便小睡了一会儿 却发现肠灵自己旋转了起来 威廉似乎有某种超能力 这让丹娜有些惊慌 于是丹娜又重新联系上了约翰 他向约翰道歉 他不知道该不该帮助约翰继续追查下去 约翰请丹娜来到了马里兰州 原来他在莫妮卡的指引下找到了卡尔的尸体 他知道卡尔的死因可能没这么简单 丹娜是约翰和莫妮卡最信任的人 他将丹娜和莫妮卡留在了马里兰州 自己则回到了华盛顿 他拜托穆德的好友孤枪侠三人组 调查死者卡尔的背景 另一边的丹娜也得出了验尸结果 卡尔是意外淹死的 莫妮卡感觉到了丹娜正在逃避真相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威廉 交谈中丹娜在卡尔的脚碗上发现了一个手印 这个手印足以看出卡尔是被人拉入水中淹死的 丹娜的母亲帮忙照看约翰 此时响起了门铃声 那名妖艳的美女称自己是丹娜的同事 找丹娜有点事情 得知丹娜不在家 美女也并未逗留 丹娜为卡尔脚上的手印拍了照片 两人走出了停尸间 正好碰上了那名美女 怪异的美女让二人心生警惕 可奇怪的是美女并未跟来 两人与刚刚赶到的布拉德打了个照面 原来黑人上次得知他们正在调查卡尔的案子 便派布拉德来阻止他们 他们还抢走了丹娜刚刚拍摄的 想要留作证据的照片 两人被一行人压着来到了停尸间 奇怪的是 卡尔的尸体居然不见了 莫妮卡说她和约翰并未藏起尸体 不信你可以问丹娜 可丹娜明显不愿躺这个浑水 她说要回去带孩子 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莫妮卡质问是不是布拉德 故意给她塞的那张简报 引诱她和约翰来调查卡尔的案子 好趁机陷害约翰 布拉德并不明白莫妮卡在说什么 可不论她怎么解释 莫妮卡还是不愿相信 莫妮卡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约翰的家中 却被告知约翰刚刚去了马里兰州 原来三人黑进了卡尔的邮箱 发现里面有一封来自马里兰水处理工厂的加密邮件 邮件来自于一名叫做罗兰的工人 巧的是这名工人也在不久前意外死亡 约翰带着图顶上司寻线索来到了水处理厂 他们找到了罗兰的办公桌 里面有很多关于天佳纪绿安的资料 图顶发现布拉德正带人朝这里赶来 便赶忙和约翰拿着资料逃走 图顶上司由于跑得慢被布拉德追上 还好布拉德以为图顶也是来逮捕约翰的 并未为难图顶 约翰为躲避布拉德的抓捕潜入了水池当中 却不想那名美女也躲藏在了水池里 可怜的约翰就这样被他拉向水池深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第九集开始换了更酷炫的片头 剧情上也下了猛料 开头水中的那串镜头尤为惊艳 这集的故事设定仍然是政府的阴谋论 政府在自来水中投入绿安 绿安是常见的饮用水消毒剂 少量的绿安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所以这种绿安应该是经过政府改造的特殊添加剂 至于目的是什么大概就是拿百姓做实验什么的 自从有了威廉 穆德和丹娜以及秃顶上司放弃了与政府黑恶势力的抗衡 反倒是一直对政府阴谋论嗤之以鼻的约翰继承了穆德的性格 是要将那些蛛虫救出来晒晒太阳 穆德的离开或许是为了调查真相 或许是为了保护丹娜母子 不过编剧表示穆德还会回归 我个人认为约翰的人格魅力不比穆德差 所以现在有没有穆德也都不影响剧情发展 另外片中反复出现的冷酷美女 可以看出她并不是普通人类 因为她能够在水下长时间生存 从约翰拿出的合照中可以得知 她叫做香农曾是约翰的战友 那么既然是战友 又为什么要将约翰拖入水池深处 香农的真正身份又是什么 约翰能否调查出背后的真相 老规矩 转发过二十 我就熬夜爆肝更新下一集 我是可乐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部美剧 别忘了加个关注 一键三连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